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開始今晚的《色經》網上討論會 很歡迎大家,我們現在講到一個得救的人必然有的果子 我們得救完全不是靠行為的,是當我們悔改信靠耶穌救恩的時候,我們就得救 這個聖經很清楚說,不是靠行為,不是靠自己 但聖經也講到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如果一個人說是信耶穌 但他的生命完全沒有改變,他的信心是死的 死的信心是不能夠得救的 所以我們知道得救的人必定會有改變 但是這個改變就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得救的後果或者是果子 就是得救之後呢,人就會成長的 會有六樣的果子 那我希望 就是留意自己和幫助人都是結出這些果子的 第二,有兩樣就是跟救恩有關的 就是得救的時候我們都會這樣做 信了主之後繼續做的 就是第一就是悔改離開罪 第二就是信靠耶穌做救主和主人 跟著兩樣是跟神的關係有關的 第三就是親近神 然後第四就是愛神 然後跟著兩樣跟神有關的 就是尊重神 還有第六樣是侍奉神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是信耶穌 但是他完全沒有這些果子呢 他是可以得救的 就是他完全沒有生命的改變 所以耶穌他的生命跟以前一樣 很改變的時候呢 他可以只是投擾上信耶穌 他是可以得救的 譬如很淒涼的那些人 他們聽的聖經已經聽了很多 但是他們雖然不得救去了地獄呢 是真的非常之可惜的 所以希望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值的信 但是我們得救之後呢 必定有果子的 生命必定有改變 如果是完全沒有改變的時候呢 他不是真的信耶穌 那如果我們說信耶穌 但是完全沒有果子的時候呢 他是不得救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很清楚 跟神的關係 因為是跟神的關係而產生果子 我們有屬靈的生命就會產生果子 就會結出各樣的果子出來 生命自然被神改變的 自然就會想親近神 尊重神去結出果子出來 他很自然地想走神的路 因為聖靈是會更生我們的生命的 如果大家發現信耶穌之後沒有改變呢 那就是說這個屬靈生命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怎樣開始改變呢 就是真心的悔改 知道我們的罪是很延續的 我們需要來到神面前悔改 信靠耶穌做教主 以及親近神 因為神就會在我們裏面做功 將我們改變 那整個人在裏面 當我們親近神 當他在聖經祈福讚美神 聖靈就會在我們裏面產生果子 令到我們慷慕神 令到我們想遵復神 即是講到說 我們生命是應該結出果子的 如果沒有果子的時候 聖經講到 耶穌講到 如果沒有果子的 就會坎下來 雕在火裡燒了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說 神幫助我們 是真是回應聖靈 其實聖靈會感動我們的 聖靈會自動感動我們的 當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的時候 聽神的道 聖靈會在裏面提供我們的 但我們現在犯著罪 這個人在犯著罪 需要悔改 需要離開這些罪 信靠耶穌做教主 是會有這些改變的 當人有這些改變的時候 就是聖靈做功 不過有些基督徒 就覺得 我總之上到天堂就可以了 我信耶穌上到天堂 這個是一種誤解的 他以為我信耶穌就可以了 我生命怎麼都不要緊的 這個是錯誤的 是極度錯誤的 我們需要明白 我們真信耶穌一定有果子出來 如果他裡面沒有這種動力 而且生命是很腐敗 很多問題的時候 他真的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反省他的內心 他到底看重什麼 是否只是看重熟誓的事 聖經講到就是說 肉體 情慾 是與聖靈相爭的 聖靈與情慾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的 叫我們不能夠做所願意做的事 就是兩樣在那裡相敵的 我們一定是親近神 去遵從神 讓我們結出果子出來 好了 這次我們講到就是 第二類的果子就是 繼續信靠神 第一個經文就是 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並 作神的兒女 這個經文就說 凡接待耶穌的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賜給他們權並做神的兒女 所以我想問大家 大家可以 如果知道答案可以開麥克風的 在這裏告訴我們 信耶穌是怎樣的呢 什麼叫信耶穌呢 在這個經文有講的 是從那個經文可以得到答案 有沒有人想回答呢 這個經文有講給我們聽 信耶穌是怎樣的 到底什麼叫信耶穌 從神移身 OK 我們看經文 你剛才說是對的 不過我們現在是看 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並作神的兒女 是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們學習去留心看聖經 因為聖經是神的應許 很多神的應許在裡面 當我們留心看經文 我們就會從聖經得到神答應什麼 就是什麼人是有權並做神的兒女 所以呢 那就先姐妹回答了 就是接待他 接待 那麼問題就是接待是什麼意思呢 接待是什麼呢 接待就是 就是好像聖經時代 他們接待遠人 就是有人來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接待他 接待他家裡 在那裡讓他居住 就是讓這個人進入他的家中 會招呼他 那麼我們接待耶穌呢 就是接待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 做我們救主和生命的主 這個就是接待耶穌了 這個接待耶穌 和有些人認為信耶穌是不同的 因為有些人以為信耶穌呢 就只是我信 現在我信了 我以前是信佛的 我現在信耶穌了 就是我只是頭腦上信 只是頭腦上信呢 是不能夠得救的 就是頭腦上信 是不能夠得救的 那麼信耶穌呢 必定是讓耶穌改變我們的生命 耶穌在我們裏面 作主作王的 那譬如我 會問大家 很簡單的問題 大家信不信有北極啊 信不信有北極南極啊 我相信大家都很信啊 是不是 但是信不極南極的存在呢 對於我們的生活呢 是沒有影響的 那雖然那些研究 就是現在暖化的人知道呢 就是北極南極是影響 就是這個氣候影響 北極南極是會影響我們的 但是我們信有北極南極呢 跟我們的生命是沒有關係的 那有些人信耶穌就是這樣信法 信只是頭腦上信 而跟耶穌沒有關係 沒有給他影響呢 那就不是叫信耶穌 信耶穌就是說 耶穌啊你是神來的 你這麼好啊 我接待你 我讓你進入我心中做我救主 做我的主人 你是我的主人 你是掌管全世界的 你是話事那位的 你凡事都話事的 你凡事都祝福我的 我就接待你 接受你進入我心中 做我救主和主人 這個就是接待了 就說不只是信有耶穌存在 而是我會接受他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賜給他的權兵 做神的兒女 就是說 只是頭腦上信 沒有全心去信靠耶穌 接待耶穌的人 他們是不能夠成為神的兒女的 是接待耶穌 繼續給耶穌話事 繼續給耶穌做王的 這些人呢 他們是得救的 我希望大家都 就是在心裡面 反而接待耶穌的人 很明顯的知道的 心就是耶穌真是好 耶穌賜給我有救恩 耶穌會祝福我 所以我全心跟從耶穌 這就是一個接待耶穌的人的果子 然後另外一個經文就是 哥倫多前書十二章三節 這兩處經文都是講到信的 繼續信靠神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 沒有說耶穌是可就做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那這裡就告訴我們 一個人相信耶穌 其實一定是有聖靈的感動 就是聖靈在他心中居住 那經文說什麼呢 被神的靈感動的 不會說耶穌是可就做的 一個人被神的靈感動 他就不會就做耶穌的 如果不是被聖靈感動 也不會說耶穌是主的 就是一個人說耶穌是我的主 是我的主人 他是我救主 當他有這個心的時候 就是說耶穌真的好 我想耶穌救我 我想耶穌做我主人 這樣的人呢 他是必然是有聖靈的感動 才能夠稱耶穌為主的 所以我們凡是稱耶穌為主 就是想耶穌救自己的人 都會發現在裡面有一種動力 耶穌真的好 好了 我很想耶穌救我 我很想耶穌將永生寺給我 我很想將來見到耶穌 我很想天堂見到耶穌 我很想耶穌接受我做祂的子女 就是當一個人有這些跡象的時候 他是一個得救的人 而這個得救的人 他是一定會有生命的改變的 聖靈就會感動他 在聖靈在他心中會感動他聽神的話 不過有時候有些人他信耶穌 但是因為受了周圍的基督徒影響 有些基督徒很懶惰 又不肯祈禱 又不覺得神是這麼好 很多對神的不滿 那他們那些行為有時候是完全不像基督徒的 譬如有些基督徒會打麻將去到教堂 去聽完聚會 然後就看看哪個有幾個一起去打麻將 去去喝茶 喝茶沒有問題 不過他喝茶的時候一直講閒馬 一直講教堂有些什麼人不好 批評今天的講道 就不是去聽了道之後怎麼應用 而是做一些神歡喜的事 這樣的時候其實他的心中 他不是給耶穌說事 他是仍然跟從他的肉體 而有些基督徒接觸了這些 就是這麼軟弱的基督徒 就是那些犯罪又覺得不重要的基督徒 就會開始覺得 其他基督徒都是這樣的 我不用這麼認真 信耶穌不用這麼認真 那他們就會被他們影響 就會軟弱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在心中 心中會真是 耶穌真是好 我真是很歡喜耶穌 我真是很喜歡耶穌 我很感激耶穌 這些就是有 從心得救的人 他會繼續信靠耶穌的表現 OK 好 我們這一點 我現在講完了 就是一個人會被耶穌 接受耶穌做救主 接受耶穌做主人 就是讓耶穌做事 他會想耶穌掌管他的生命的 他會體重耶穌的 他以耶穌為榮的 這個就是一個得救的人的表現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你講一講 在你的心中 你想到耶穌的時候的感覺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你想到耶穌的時候 你心中會有些什麼感覺 有些什麼反應 當你想到耶穌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都是 是不是有人想講話 是的 牧師 OK 好 你講 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當我看到天父 想起天父 我就很有感覺 很有感情 但是看到耶穌那時候 就好像沒什麼感覺 我不明白我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耶穌是為我釘十字架 那我應該就要很感激他 很愛他 但是我解不了 那這個東西是需要你自己去拆解 就是你對耶穌的認識 你對耶穌的認識 你對耶穌的認識 對於天父你又會這麼歡喜 那你想到耶穌是想到什麼呢 為什麼你會有這些 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 兩種的 一種就是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信耶穌不一定有特別的感覺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會說耶穌真的好 耶穌為我釘十字架 我想耶穌救我 我想跟從耶穌 我想到耶穌我就歡喜 這些就是我所講的 對耶穌的回應 那這些你有沒有任何這些一點呢 有的 有 那你但是沒有什麼呢 因為你這才是說 想到耶穌又沒有什麼感覺 那是沒有什麼呢 那些直接的感覺 好像我說耶穌呢 你要想起 祂是為我做這麼多事情 為我死 我會感激祂 很多謝祂 但是天父那種是很強烈的 一講到父神天父 整個人就好像 我不會講 好像 就是 就是會連 馬上那個 instantly 就會有一種 愛 那種就是 強烈的 是的 是的 我是這麼覺得 就是你想到天父就強烈一些 想到耶穌沒有那麼強烈 是的 但是你都是想耶穌救你的 當然 但是 那你在你的心中 你當你想到耶穌的時候 你是想到祂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 你在心中 沒有什麼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覺得耶穌是 你覺得耶穌是 當你 你對耶穌的認識 有多少呢 你知道耶穌為我做什麼呢 祂是救我的 祂是我救恩 給我生 為我當罪 是的 OK 聖經除了說祂為我們死 也有講到耶穌很多事情 你知道嗎 是的 祂又為我復活 賜給我病痛 祂的血 補血洗淨我一切的罪 屬於我 OK OK 好 那我又講一些關於耶穌 其實為我們做了什麼 第一 就是耶穌將天父彰顯給我們知道 嗯 因為沒有人見過父 唯有父懷裡的獨生子 將他顯明出來 就是如果沒有耶穌 我們不會知道天父是怎麼樣的 當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祂見到人 祂就連盟人 見到那些有罪的人 祂都接納他們 見到那些軟弱的人 祂就關懷他們 有病的祂就醫治 那些人本來犯了罪來到祂面前 但是耶穌跟那個十二連血流 婦人說 女兒放心你的信夠了你 就是這裡讓我們看到耶穌的本性 祂是很接納我們是兒女來的 她是女兒 就是祂跟我們說兒女 放心 就是說不用擔心 因為那個女人犯了律法 她摸耶穌 是因為她不潔淨 但是她摸耶穌是犯了律法 但是耶穌不是去指責她 耶穌就是說你放心 你的信夠了你 當你信靠我的時候 你就得到永生了 就是耶穌將天父的聖情 將天父的權幣能力 彰顯出來 如果沒有耶穌 我們看不到天父 但是耶穌將天父彰顯出來 還有祂將聖經的真理 祂講得很清楚 解釋給我們聽 關於聖經的真理 關於這個救恩 還有說到耶穌講了很多 是跟祂建立關係 祂償在我裏面 我就償在祂裏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了 耶穌就講到 是叫我們建立跟祂的關係 也當然是建立跟天父的關係 建立跟聖靈的關係 但是聖經是很清楚講到 耶穌很清楚講到 建立跟祂的關係 是的 然後聖經也講到 耶穌是會回來審判我們的 在馬太25章那裡講到 就是在人子降臨 在祂的榮耀中降臨的時候 祂要坐在祂寶座上 審判萬物 祂將所有人分開 有綿羊山羊來審判 所以耶穌是 祂將天父彰顯出來 給我們看到天父的憐憫 也都給我們看到天父的聖結公義 也都給我們看到天父的能力和權兵 和耶穌的犧牲的愛 祂怎樣為我們而犧牲 流出補血 也都祂升天 和將會回來 將來會審判我們 所以當你知道耶穌為我們所做的事 你會不會感激耶穌呢 你可能對天父有強一點的感覺 不重要的 不過你想到耶穌會不會說 就是 不覺得祂重要呢 或者你會覺得耶穌真是好 耶穌真是 讓我們看得到天父是怎樣的 從聖經 以前的人 他就可以面對面見到耶穌 我們今天見不到 但是我們呢 今天可以從聖經知道 天父是怎樣的 透過耶穌 那這些會不會幫你去更加去明白 耶穌他的身份 和他的恩典 他是將天父彰顯出來的 有啊 會有感激 嗯哼 OK 那你不要緊的 譬如你對天父的感覺強烈些 這個不要緊的 慢慢建立 就是我們應該對聖父聖之聖靈 都是一樣有強烈的感覺 這個是一步步建立 而最重要呢 嗯 就是耶穌不是說 你感覺到什麼 當然感覺是應該有的 最重要呢 就是我們看重祂 接待祂 感激祂 讓祂作王作主 這樣的意思 就是在我們生命中 嗯 OK 嗯 好 祝福你啊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問或者是回應關於 繼續信靠神 其實信靠神呢 我也想講講呢 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講到這六樣的果子 第二樣就是信靠 繼續信靠神 做救主和主人 那也都呢 其實有一點呢 就是會信靠神呢 是很美善啊 祂掌管一切 信靠祂會凡事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完全對祂放心 放手 我所有的事都可以放在神的手中 神會照顧我整個生命 我什麼都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就是信耶穌是包括這些的 就是祂是全能的神 祂是凡事作王的 滿有能力滿有恩典的 所以呢 我們一想到神就歡喜了 神你真好了 我們是你的疑慮真好了 你呢 為我們預備好奇妙的恩典 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的計劃 就是信靠神 是會什麼都不擔心 很多人信靠神呢 他又不是這樣想的 他只是覺得 我都是要靠自己的銀行戶口啊 靠自己的財幹啊 耶穌都不會叫那些錢在天上跌下來 那就是他會這樣想 那當然耶穌不會叫那些錢在天上跌下來 但是耶穌會賜給我們能力智慧 怎樣去做功 怎樣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然後神是有權力 將各樣的恩典福氣加在我們身上的 祂有很多的恩典可以加在我們身上的 那所以我們就會相信耶穌 他凡事都能夠祝福我們 神凡事都能祝福我們 我們就全心信靠祂了 就是信耶穌都包括了信靠神 凡事祝福 凡事掌權 一切的事 總之我跟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跟行神的路一定蒙福的 神一定大大的詩恩祝福的 那這個信心我希望大家都有 我是很相信神一切的掌權的 我很深信神一切的事祂都做事 祂凡事都能夠祝福我們 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的 對於全面的路 就算我將來就被人抓去坐牢 我也不怕的 因為我知道我在神的手中 神會照顧我 我不需要因為人而擔心的 就是在我心中我是很信任神的 就算我被迫白 神可以減輕我的痛苦 或者叫我離開 可以帶我離開監獄 就算沒有離開 我死的 就算是死的 神的同在會賜給我力量平安喜樂 讓我減輕我的痛苦 你都可以隨時將我的靈魂接到天上 我是很歡喜的 就是我 我歡喜神會掌管我的生命 我不會擔心死了 我受迫白又怎樣 我心裡面我是告訴自己 神話了事的 這個世界是神話了事 所以我什麼都不用怕的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想回應 是 葉牧師 嗯哼 我呢 知道神是很好的 但我總是覺得自己好像 不是很懂得前言地去交上 去跟蟲 我總是覺得好像生活上面 很多事情要自己去處理 他會找很多方法去幫自己 當神醫治了我 我也都經歷到這位神是很真實的時候 但是我總是不知道怎樣 才能夠跟他 就是去到那種很親密很親密的關係 我很想有 但是我好像做不到這樣 我不知道怎樣做好 還是可能我不夠時間去親近神 還是怎樣呢 我總是有種感覺 總是差點東西這樣 嗯哼 OK 我首先講 當然我們親近神的時間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信得過神 不是一定要很長的時間的 你聽完我說 就是說神是長官一切 神是會照顧我們一切 不代表我們不用做工 我們依然是做工 但是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讓我們能夠做得好 也都神為我們開路 所以我就算是有困難都好 我信得過神掌管一切 總之我見到什麼我都是神做事的 從神的角度 他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什麼都不用怕 這樣的信心 你不需要說我 我要用很多時間親近神才可以達到的 而是你真是信這個事實 也都將我們的生命交託在神的手中 神一定會照顧我 神一定會幫助我 但是很多人就不能夠一下子去到 是因為他沒有去 將這件事反覆思想 就是說神是一切都掌管的 神是華視的 祂是全能的 地和四上 所有一切都屬於耶華的 一切都是祂掌管的 聽神話的人 愛神的人 神是有權並將所有的恩典賜給祂的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以為我無眾人寫了 喜不入馬萬物和他同白白的子給我媽媽 那這個聖經是講了很多這些神會做的事 那當我們真心相信的時候 就會能夠進入這種的 就是對祂的信任 那這個是 那當然就是個人的單純的信心 就是說很單純的信任 那有部分原因 因為我本身我信耶穌的時候開始 我是研究科學 研究那些證據 科學的證據 就是和聖經語言的證據 和後來研究人可以經歷神的證據 我是很肯定神是真的 我很肯定 我肯定有天堂地獄 我肯定神掌管一切 我們很肯定將來 神會讓我們看到神怎麼祝福我們 不過只是我們不聽祂說 就是我很肯定知道這些是事實來的 我也都看到很多見證 還有有些是我幫助過的人 他們去過天堂 或者他們有些不同的經歷神的幫助 我是很相信 他們真的得到神的喜悅和祝福 所以我是很相信我聽完神的話 我就會進入神奇妙的計劃 我覺得不是說我們每一天 當然你越用時間親近神是越好的 但是有些人用很多時間親近神 都未必會這樣相信 這個是 真是將 耶穌和我們的生命完全拉上關係 就是說 祂真是掌管一切的 我也都經歷了很多 我看到很多神的作為 我自己經歷了很多神的作為 所以我就很全然的相信 不是跟那天我親近神有多少有關的 就是我那天親近神很多 或者我親近神沒有那麼多 我都一樣的相信 我整天都是這樣相信的 那這個是我的情況 至於你怎樣可以去到這個位子呢 那這個就是你 就是你需要去找出的原因在哪裡 你需要去拆解 為什麼會這樣呢 也有很多人因為 不是一個很單純的信心 當我一知道神是真的 我立刻就說 哇 這麼好 我就立刻很快就講給人聽 還有我就 沒有多久我就跟神講 如果神你的心意 我願意做牧師 我已經是 立刻我肯做了神 吩咐我做的事 因為我知道有個神 是最重要的 那麼 在我初信和現在的分別 就是我現在越來越看到 神是掌管一切 所以我聽了神話 一定是無福的 我是很 之後呢 當我知道神是掌管一切 還有我經歷聖靈 看到神的能力 我就很信神 凡事都能 祂又很關心我們 必然幫助我們 那我整個生命就是這樣 會相信 我不知道 但是你去到 怎樣去到這個位置呢 都是要 是要時間 你親近神是有幫助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是一個信 是信心 我信一個 聖經告訴我們 聖經這麼多語言 這麼多證據 是證明祂是真神的說話 所以聖經講到祂掌權 也有很多人經歷神掌權 神的祝福 那我就相信神是話事的 我也知道將來會審判 聖經講完會發生的事 末期發生的事 現在一直發生著 我知道將來會世界末日的 這些一切我相信 我真的會站在神的寶座面前 接受審判 將我所有的行為 所有為神而做的 神都會彰顯出來 所以我的心是很想很想走神的路 那我又很信得過祂 凡事祝福我 有些人他就很信審判 不過他就不太信神凡事祝福 他就不太信神會照顧 和祝福祂的生命 有很多人就未必這樣相信 還有覺得有苦難 就覺得神都不理我了 我就不是的 我有苦難我也覺得遲早會過去的 神是會紀念我 為祂做一切我受的苦 這個至暫至興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 極寵無比永遠的榮耀 神是會將這一切給我的 OK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 好了這個都是需要時間 好 回答到我 我要多些操練一下 對神的信心 對神的信心 嗯 這個很重要 好 麻煩你牧師 好 我見到什麼都想到神的 我見到什麼都想到神 嗯 因為家裡所有的東西 都是神做的材料才有的 神又被人聰明智慧 可以做到這麼多東西 我又很感激神 我經歷聖靈 聖靈感動我 我又很感激神 我看到神的錯維 我又很感激神 我不太懂得感恩 可能很容易就很順利的時候 我可能就覺得非常好 但是我總是不放在心上去感激神 少了那種心態去紀念神 對我有多好 那種感恩的心 導致我可能就真的 自己去想很多方法去找其他的東西 就是缺乏了一些信心 應該是那種憂慮 未能夠完全清得了 嗯哼 我會全景 是 那很多人都因為擔心供應 擔心錢 所以就會擔心 那其實呢 我們擔心呢 反而得不到的 但是我們信得過神 祂會祝福我們呢 就會更加容易得到的 但是更加神會為我們開路 有時候好像處於一種很矛盾的心態 因為去到完全不是依靠神那種 就是明知這位神是一定會照顧我的 但是我又好像很用自己的力去找一些東西 去幫自己這樣 你經常有那種這樣的感覺 去給壓力自己這樣 嗯哼 是 那你求主幫助你 就是 我們需要做功照顧自己 但是我們不需要 好像覺得 什麼都是我賺取回來的 我們可以深信 神會為我開路 比如 我覺得自己不太平衡得到 聖經說 你不可以 侍奉兩個主 如果你侍奉馬門 就侍奉不到主 這樣 就是我有些好像不平衡得到這樣 嗯哼 那這個是需要 一步步去建立 那我自己看到神的供應 比如有一個人 他就 就是有心為我們奉獻 那他呢 他是做地產的 那他就很難才得到一單生意 那他那時候說 他就說真的很少 很少 但是呢 很奇妙 當他 甘心樂意奉獻的時候 神就一個月之內 為他預備 那時候說的 有五單地產 他經營到五單地產 那就 對他的經濟很大的幫助 那他之後都 就是多次的奉獻 我看得出他是 真是 他是神祝福他的生意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神會開路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作為神 我知道你一定會開路 但是不代表我們不做工 但是我們做工的時候 不去憂慮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 有想問 想回應 老師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我想看一下你的看法 就是 為什麼有些牧者 有些牧師 他很愛神 很偉神 甚至乎是那些都很著名的牧師 很愛神 很偉神的 但是他們都患上絕症 都不是說很大年紀 就 就走了 那 那 那為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 有些 有可能 雖然他很出名 但是他 他的生命 是不是 就是很偉神 去愛神 就是 一個人很偉神 愛神 神就會 更加珍惜他的生命 讓他更大的發揮 就像摩西那樣 神要他活到一百二十歲 那神 喜悅的人 神就會 給他更多機會去祝福人 因為這個人是重要的 在天國裏面 那我又不是說那些人不重要 有時候在苦難中我們榮耀神 那 那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 就是相信 總之神是最美善的 我總是深信神是最美善的 就算有一天我病得很重要 我都說不重要的 我病得很重要 不重要 我如果死我就見耶穌 如果我不死我就更加會拔住耶穌 更加能夠進入神的強烈的痛在 我也都更加可以鼓勵其他人 就是我在病痛中 依然呢 信靠神可以鼓勵其他人 更加經歷神的作為 就是在我心裏面呢 我是會這樣 對神的信任 無論有什麼事在我身上發生 我不會說 為什麼神會用我來發生 我不會去質疑 因為呢 到時候我們會知道 到了見耶穌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們在今世未必知道 也有些人他們有很多苦難 但是他們祝福很多人 譬如恆林子 蔡蘇娟 譬如 這個Nick 你可以說他都有很大的苦難 因為他沒有手沒有腳 但是神又祝福他 這個就是 有時候苦難會更加叫人去依靠神的 我們不去批判這個人 不要說他這麼多苦難 他當然不太聽話 我又不去批判 如果我是那個人 我會說我反思我生命 我生命有沒有破口 如果我真的說我有什麼罪 我求主卸臉 也都求主幫助我全身委身去跟蹤神 我就全身委身去跟蹤神 我就深信神會將最好的給我 就算我繼續有苦難 我就說不要緊的 在苦難中神會幫我的 神會提升我的生命 我生命可以發揮的 我就不會去問為什麼他們有苦難 或者我自己有苦難我不會問 其實我自己曾經很長時間是有苦難的 我是很長時間被人講的說話 攻擊那些說話是很長時間 但是這個經歷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的 因為令到我全然的信靠神 不被人影響 我就會分辨到其實人 很多時候人會攻擊人 因為他們掛著錢 只是看錢 只是看他們得到什麼 那他們就會攻擊人 我就 給我看透這件事 還有我看透 我不用給他們影響的 神會為我開路的 我真的看到神一步步跟我開路 就是我們福音宣教士工 幫到很多地方的人 我是很看到神 就是愛神的人 神會為他開路做偉大的事 就是到天堂的時候 他就會給我們看的了 你看我為那些愛我的人 為他預備 他想都想不到的因點 神就會被人看到 我來說我現在已經看到了 但是到天堂我會看到更多 因為到天堂會看得更加透徹 那我是很信得過神 是會繼續給更好的東西給我的 那那些好的東西 就不一定代表說 有錢啊 有富貴啊 順利啊 不是一定的 我的心裏面不是想著 將來會更加順利 我又不覺得一定是這樣 不要緊的 總之 我的生命發揮了就是我的目的 我覺得發揮了生命就是蒙福 就是永遠的福樂 也都在今生是一直在享受著發揮生命 是的 看重發揮生命 看重我們的生命 去祝福更多人 OK 幸好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關於信靠神 一方面是信靠做救主 做主人 也都信靠祂凡事祝福 祂滿有能力的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OK 沒有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下一點了 因為我今天有多些時間 我可以再講久一點 那第三點呢 就是講到親近神了 三四點就是跟神的關係 而第三點就是親近神了 就是親近神什麼意思呢 就是讀聖經 讚美神 討告神 和神有生命的關係 就是不只是 不只是 好像循例式那樣去 看聖經 祈禱 而是 看了聖經 是讓這些經文幫助我們和神的關係 一個個人的關係 很個人性的 是和祂有直接的關係 就是 在約福音十五章五節 我是葡萄樹 你門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日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我們就不能做什麼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枝子雕在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 鷹在火裏燒了 那麼這裡講到呢 耶穌是葡萄樹 這個呢 是很明顯 就不是一個literal 就是照字面的解釋的 這個是一個代表性的語言 就是好像一棵葡萄樹 就是其實基本上 它是很像一棵葡萄樹 那棵樹有枝子 我們就是那些枝子 那我們時時連去一棵葡萄樹 我們就會結果子 就是用這個比喻 我們是葡萄樹 我們是枝子 常在耶穌裏面的 那麼這裡講給我們聽 就是親近神 不是只是好像 在一些外面的行為 是和神有生命關係的 和祂真是在耶穌裏面的 住在耶穌裏面 和耶穌有親密關係 耶穌又住在我裏面 我又住在耶穌裏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了 那我想問大家 我常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常在我裏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這裡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和恩典 就是屬性 就是它的本性 和能力 看到它的什麼能力 大家可以放膽說的 就是在它裏面就會結果子了 就是代表它有什麼能力 和恩典 是 耶穌是生命的源頭 就是好像葡萄樹 或者任何一棵樹 那種植子如果是切斷了 其實自己是沒有養分的 所以要經常都黏住耶穌裏面 那在它裏面 我們就有養分 有水分 有所有的供應 滋潤 那麼我們才會 那個枝子才會結到果子 OK 那你剛剛是用 figurative language 可以有滋潤 水分 那你可不可以用 literal的字眼 說耶穌給我們些什麼 叫我們能夠結果子 有供應 有力量 有生命力 有活力 OK OK 那 即是代表耶穌的屬性是什麼 祂是我們供應者 是我們生命的源頭 是 是的 OK 你還可以再擴闊一些 這個對的 你說的是對的 可以再擴闊一些 跟果子聯繫 是 我們的養分 嗯 我們的養分 其實你先說的 已經說中了 不過我想你發揮 這個意思 就是更加去解釋清楚 我特意讓你想想想想說 那由我講的時候 可能你更加會 會記得 嗯 你想想到嗎 其實你想的並不是 我只是想 你更加去 將那個關係連繫得更加清晰 它的本質是什麼 所以我們嘗嘗它裡面就會結果子了 你先說的是對的 我想說少少的牧師 有能力給我的有盼望 有喜樂 那些是說不出來的 心裡好像看出來的那種盼望、喜樂 那種是很有力量的 我們生活 嗯嗯 OK 好 非常好 那麼就 好了 我現在將它連繫在一起 這裡講到 經文講到我們嘗嘗在它裡面 它就嘗嘗在我裡面 這個就是它的特質是什麼 是回應的 這是第一個特質 就是它不會 我們在它裡面它又沒有反應 它不會的 它馬上會反應 它在我們裡面 它就會回應 它就會在我們裡面 然後它就會產生果效 叫我們結果子 什麼產生果效叫我們結果子 就是說它有生命的來源 它是生命的來源 它是果子的來源 它在裡面有一切的美善 一切的動力 能力 智慧 恩賜 能力 所以當我們親近它的時候 這些恩賜能力 它都會傾留出來 就是它有這件事 這個是它的特質 就是它的屬性 它有這些質素 然後恩典就是它為我們做的 屬性就是它的本質 它的本質就是它有生命力 它有能力 它有恩賜 有供應 有這些一切 它的恩典是什麼呢 它就將這些恩典能力 智慧聰明 可以傾倒在我們身邊之中 當我們親近它的時候 就會傾倒在我們身邊之中 就令到我們結出果子 它的同在 這個就是恩典 恩典就是說有個object 就是有個神造功能 我們受到 就是有個我們在這裡 就叫我們結出果子 這個就是恩典 神將平安喜樂能力賜給我們 這個就是它的恩典 它的本質 它的屬性是什麼呢 就是它有能力 本質就是它有能力 就是獨立的 它有能力 就沒有說到給我們 就是它本質是有一切的恩典能力 智慧聰明 然後呢 當我們親近它的時候 它就將這些恩典 傾倒在我們生命中 它就將它這個本質 耶穌的本質的美善 就會傾倒在我們裡面 所以當我們了解 償在它裡面 它就償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就是說 神是充滿美善的 只要我們在它裡面 它就會在我們裡面 產生果效 它就會在我們裡面 產生改變 令到我們結出果子出來 大家能不能拿到我的意思 就是說 所有需要結果子的東西 它都有了 它有了所有的資源 能力 智慧聰明 能夠叫我們結出果子 然後呢 它就會感動我們 去跟從它 親近它 做它所吩咐的 當我們親近它 遵從它的時候 就會結出各樣的果子 因為它的本質 是有能力結果子的 OK 好 有沒有人 你們明不明白 我先說一下 那個屬性 為什麼我講屬性 為什麼有些人 不用說這麼多 總之它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有結果子 那就搞定了 其實呢 那個要點是這樣 神是很美麗 很有恩典 很有能力 祂有一切的好處 所以祂能夠 當我們親近祂的時候 會給我們這麼多好東西 但有很多人呢 就不是這麼看到神的美好 因為我是 經常看到神的美好 之後才早點 有姐妹問我 就是說 我總是不能夠很信任神 那我現在其實就講 為什麼 其中一個原因 我為什麼這麼信任神呢 就是因為我是看到神的本性是很美麗的 我看到神是充滿美麗能力榮耀 是非常之美善的 是非常之美好的 祂有一切的美好的東西 所以呢 我就喜歡祂了 而我知道我親近祂呢 祂就一定將一些好東西給我了 所以呢 我就信得過祂了 因為我從聖經 我看到神的屬性 從我們親近神的經歷 我們可以看到神的屬性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會經歷到神的喜樂 即是說神是開心的神 我一期真道就有喜樂永流 即是祂是開心的神 祂有能力 祂有改變人的能力 祂將我改變 我以前不是這樣的人來的 神就將我改變了 神有智慧聰明 祂給我智慧 怎樣去處理很多人的問題 不給人影響 這個呢 就是神給我的智慧聰明 即是說神本身有這個智慧聰明 就是我越看神呢 一方面從聖經看 一方面從我的經歷去看 我看到神是好到不得了的 即是什麼好處都有了 所以我很喜歡神 我喜歡神喜歡到不得了的 我歡喜神 歡喜到不得了的 我很喜悅祂的 那所以呢 我就全然信任祂了 因為我看到神的美善 所以當一個人越看到神的美善 即是神這麼好 他就自然會很信任祂 即是譬如在地上 我們如果認識一個人 見到他樣樣都很好 我們就會對他信任 那同樣我們見到神這麼好 我們就會信任 所以呢 我就希望大家多些去想神的屬性 還有祂的恩典 祂為我們做多少樣東西 那這裡祂的本質能力 智慧聰明能夠傳遞給我們 我們叫我們結出果子 然後跟著這個經文沒有說的 就是跟著他會賞賜 當我們結果子的時候 他又會賞賜 即是他在我們裏面產生果子 我們做的就是親近他 當然我們在行動上遵從他 行動上去侍奉他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結出果子 那又會賞賜 即是總之 那些整個背套什麼都有了 我們聽的話 那些好處都是不斷傾留在我們身邊之中 所以我是很喜悅他 我看什麼經文我都很喜悅 我很喜悅什麼呢 在這個經文 我很喜悅他一定回應我 我一親近他一定回應我 他一定和我一起 我可以肯定他時時和我一起 我肯定他一定會加力給我 叫我結出更多果子 我好肯定他將來會賞賜我 祝福我 就是我樣樣都很肯定 所以我就很信一個神了 OK 有沒有人有回應或者問題呢 OK 那我也講一下親近神 就是 怎樣親近神更加得力 為什麼有些人親近神呢 不是很得力 因為有些人親近神呢 他只是一種 就是思想的行動 就是我看到聖經 聖經有講這件事 那有些人呢 他會用很多時間去查聖經各卷 但是他查了呢 他又不會去找神有幾尾線 又不是很看到神如何祝福我們 他又不是很看到我怎樣走出來 就是怎樣走出來呢 是不太看到的 所以變成了很多人呢 他只是一種理性 不勝去看聖經 看完之後都未必收到他的訊息 那也有些人呢 他那個專注的能力很弱 就是他不懂得專心去感激神 不懂得用心靈誠實去敬拜神 所以呢 他看了很多聖經都好 他不覺得神這麼好 他會 甚至有時候懷疑神 應該看了聖經很多人會喜歡神 哇神你真是好 你真是美善 你真是有很多好處給我們 就是什麼經文都看到神的美善 可以談到給我們的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是 他是看了聖經都不會收到這些訊息 那所以這個第一就是看到神的本性 神的恩典 看什麼經文都想 哇神真是好 神將這麼多好東西給我 那我們就感激他 歡喜他 那另外就是用心靈誠實去愛慕神 整個心靈去 那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思想認同 意志我決意跟上神 我決意聽上神話 我決意遵從神 我決意侍奉神 我決意侍奉神 我意志了 然後感情 經常都和神建立心靈感情 神真是好 我喜歡神 我歡喜神 我想到神就歡喜了 我以爺和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那麽呢 就 整個生命的回應 就是說親近神呢 包括 我們看聖經 祈禱 思想神的美善 又整個生命回應 遵從神 走神的路最好的 我就甘心樂意去遵從神 那一個人如果這樣去親近神呢 第一就是看到神的美善 第二就是 經常 喜悅神 因為神這麽好 喜悅神整個心靈 誠實敬拜呢 它就會很容易 親近神都會有平安喜樂 就是 譬如我現在 我這個經文我已經看過很多次 但是我現在在想 我常在祂裡面 祂就一定回應 祂就常在我裡面 我就結出果子了 祂就在我裡面 更新我 改變我 搞動我 我就歡喜神了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就會說 神你一定回應 你現在就在祝福著我 那我就會這樣去相信 就是這個很單純的信心 就是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時事都說 神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好 我很歡喜 這樣親近神是容易得力的 那如果只是誤性的親近呢 而有時候有些人的誤性 是不包括看到神的傳言的美善 他只是看到要做什麼 有些人只是看到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他就沒有看到神很多好東西都給我們 神的傳避的恩典 很多豐盛的恩典都給我們 那麼他就未必會很感激神 很歡喜神 就是親近神都未必會很親近 很喜歡神 很喜悅神 也都有很多人 他又不知道可以經歷神了 所以呢 他祈禱啊 他只是在那裏求啊 那就是用五星祈禱啊 那麼他就很多時候都經歷不了啊 他又不知道可以經歷 他又沒有留意啊 其實我初信的時候 已經是有經歷的 我初信我很明顯 我看聖經是很平安的 我祈禱是很平安 是很明顯的 但是當時我沒有完全 把這個東西掛鉤啊 就是說 原來親近神這麼好啊 我沒有完全把這個東西掛鉤 那麼我現在呢 我就知道這個東西 真的是親近神而來的 我越親近神 就是神的同在越大了 那麼所以呢 我是很知道 神隨時隨地都跟我們一起 隨時隨地呢 我們都可以享受親近神的 隨時得力的 那我剛才呢 在我們的 就是我住這裏呢 是有網球場的 我們有個 就是有網球會 我們可以打球 我剛才打球 一時要等的嘛 那我坐著等呢 我都在這呢 旁邊沒有人聊天 我就閉著眼在這裏 我就在這裏 享受神 即時呢 是很強烈的神的同在啊 就是我就是會這樣的 我就會時時呢 隨時隨地都會想到神 OK 那關於這裏 這樣親近神啦 和那個信心 喜悅神 和經歷神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就是譬如說 你怎樣親近 或者你覺得親近神 那時候是不是得力呢 那你想不想 有沒有東西想問呢 好 OK 那不要緊啊 那我就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的時間是怎樣的 那我今天呢 因為還有一點點做呢 是可以長一點點時間的 可以 仍然用這段時間 如果 大家覺得太晚了 那我就可以停的 那呢 就 如果OK 我可以繼續下去的 大家可以出聲的 你說啊 或者你離開 我就知道 你不能夠停留在這裏 十二章三十節 你要盡心盡盡盡盡 盡力愛主你的神 這個是聖經的吩咐 那而聖經也都有警告啊 臨前十六章二十二節 若有人不愛主 者人可作可就 就是講到 如果人不愛主 可作可就 那聖經也有應許啊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為愛他的人如病 眼睛未能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 那所以是很大的 應許啊 很大的應許 也有警告啊 但是我們愛神 應該主要不是警告 所以愛神啊 就是通常來說 我們不會說 警告 就是因為警告而愛神 就好像很大壓力 所以我才愛神 而是說 神這麼美善 我很自然就會歡喜他 我就會體重他 我會愛他 體重他 愛神 其實包括什麼呢 愛神第一就是 渴慕神 就好像《詩編4》的《詩編2》講到 好像六切無溪水 我們會切無他 很想和他一起 很想親近他 很想和他有好的關係 這個就是 第一樣呢 愛神呢 渴慕他 會親近他 用時間去親近他 去思想他 去感激他 愛他 也都會去遵從他 做他所吩咐的事 去榮耀他 告訴別人神多好 又會去侍奉他 這都是愛神的表現 若有人不愛主 只能可做可就 如果那個人完全靈愛 對於神完全沒有任何的愛 那他的生命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他沒有看到神的尾線 他不懂得感激神 看到他沒有愛 他完全對神沒有愛的時候 就是說 他的屬命生命可以是死的 那他是不得救的 是可奏可助 就是 直接是 去到一個不得救的情況 如果完全沒有那麼多愛 大家覺得愛神難不難 大家有沒有動力去愛神呢 大家可以回應一下 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一想到神 我就歡喜他 我就愛他 我就喜歡他 這個是我的情況 我一想到神 我就很歡喜他 我是很喜歡神 我時時都這麼喜歡神 我一想到神 我就歡喜他 我就很想做神 分付我做的事 我是想 神想我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我盡量去發揮 就是我心裡面是 很強烈對神的愛 因為我覺得 全世界沒有人好像神那麼好的 神是一切美善的來源 神那種美好 就是想到天堂 想到天堂 天堂的美善 神那麼好將天堂給我們 為我們預備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真是好得不得了 在世上也都賜給我們平安喜樂 力量提醒 講說話 有很多人其實都收到神的說話 但是那些人不是個個都很愛神的 有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很渴望聽到神的聲音 我就聽不到的 但是神會給我很多意念 我知道這些都是來自神的 但是有些人他又看到耶穌的樣子 他又聽到耶穌的聲音 但是他不是很感激神的 就是他不會說 神真的好 神跟我講話 我真是很愛他 就是有些人他又收到神的聲音 他又看到耶穌 但是他不是這麼渴望和神一起的 他不是這麼渴望去親近神 去遵從神 我自己呢 如果我看到耶穌 我是會興奮到不得了 因為我是很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 好得過神 而所有好東西都是來自神的 所以在我心中呢 是很自然地去愛神的 很感激神 我在起初信主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真的有神 真是這麼好 有神 有天堂 真是好 我就很自然地 就向人傳呼音 我就向很多我認識的人 我接觸人 我就跟他傳呼音 這個是我初信的時候 我已經經常做的事情 就是我裡面很感激神 真的有神 我真的聽神的話 有沒有人有回應 比如你說 我都是很愛神 或者你說 我覺得很難愛神 或者有什麼難阻大家愛神 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 是 葉牧師 嗯 我呢覺得 哎 就好像寫了 好像忘記了 做的事情上來 好像忘記了 好像忘記了神 這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就提自己 我都會不記得的 就是我有時候都沒有想起的 那我想起就提自己 就這麼簡單 那你提一下提一下 自己就會習慣了 成為習慣了 嗯 我是時時都會 都會 就是已經成為習慣 但是有時候都會忘記的 就是有時候都沒有想起的 但是呢 尤其我一靜下來 我一定會想神的 有時候是做著很多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會沒有想到神 但是當我一靜下來 譬如洗了間 我就一定一路走一路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就會很自然地去回應神 那這個就是 我發覺自己就是 有時需要神幫忙的時候 就很快就想起神了 但是呢 好像沒什麼事 好像有些有時忠無厭無 就是寺下盈春那種感覺 那我就做了事情 就好像 唉 真的完全忘記了 真的要多些提醒一下自己 嗯哼 我想到神不是當我困難的時候 就是我有困難我會想到神 其實我相信耶穌都是 因為他覺得自己很不開心 所以要找神 覺得這位神一定會醫治我 那我就去找神 其實我好像 好像變 其實最終我就是覺得 這位神講的東西是很真的 在我身邊的人 沒有人講話 講得這麼真的 就是這樣我相信他 但是呢 後來我發覺 啊這位神原來呢 他懂得醫治人的 我呢 我知道我自己有問題 我覺得他一定會 醫得到我 所以我就 一路歪著他 歪著他 歪著他 歪著他很多年 那就 就醫治了我 所以我都經常 一有事的時候 我就 最快就想起神 就是這樣 嗯哼 OK 那你來講呢 就是一個需要 所以你想到神 我相信耶穌不是一個需要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 不是很好 好像 什麼不是很好 就是需要才想起神 都不要緊的 你用什麼入口 入都不要緊 不過你用了入口 入了之後 我希望你會說 哇耶穌醫治我 真是好 哇 真是厲害了 耶穌真是好 就會這樣回應 那個重點 你怎樣入法 不要緊的 每個人有不同的 進入耶穌裡面 那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想到 如果我沒有耶穌 會怎樣 現在我有耶穌 真是好 這樣就會感激 其實我有這個想法 什麼想法 我覺得耶穌非常之好 我這麼多問題 他都幫我處理 好 OK 不過你剛才說 當你有些煩惱的時候 你又忘記了 這個就是 其實 其實就是 我們學習了 既然神幫我們這麼多 我們就學習去感激祂 時常都想到祂這麼好 我們就歡喜祂 都知道 神呢 如果我們以神為樂 神是很喜歡的 於是我就更加去喜歡神 那 真的嗎 用各樣的智慧 去回應神 OK 這個一步一步建立 你可以有欣賞自己的 我都因為神醫治 所以我又感激神 這個人都是好的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 未必去到同一個地步 那又不用比較的 不過你知道我 這麼單純 我又不是比較 我好像有一種自責 這樣覺得自己好像很衰 那樣 我又覺得不要停留在自責 你可以說 是主耶穌 你給我很多恩典 我不夠感謝你 求你幫我 學習更加感謝你 就 不要停留在自責 而是 當我們知道自己 我愛心 愛耶穌的心不夠 求耶穌幫我 更加去愛耶穌 就是正面看 我更加愛耶穌神的歡喜 就不是停留在 哎呀 我又做得不夠好 那裡 好 謝謝葉默思耶穌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任何回應 我有回應 牧師 是 我 我剛才你說 問 怎樣可以 可以喜歡神 愛神 這個位置 有些惹我的 就是 我覺得神是一個靈 我怎樣愛祂呢 那我就 就是 有時敬拜 那時候 會 會確認到神 一個意念 跟我說那些東西 那我就會回應神 就是回應神的愛 那就是譬如 如果你聖上 就是 神不是三次問 你愛我摩 那樣的 那跟著神的回應就是 你愛我就 牧養我的羊 跟著我 我就 有一次 本身是 小組長叫我 牧養的羊 那我就 最初 最初就照做 然後做一下 覺得有點吃力 跟著 之後 他就說 你看聖經 聖經又說 叫你牧養 神的羊 跟著我就想 為什麼一定要牧養 羊呢 我可不可以擔椅子 洗廁所 做這些 那為什麼一定要牧養 他的羊才是愛神呢 那如果 五重即是 不是個個都是牧養人的人 來的嘛 那可能我說話 不聖經不聖 那我可以做一些 實事實幹的事情 去回應神的愛嘛 那我就有些棄 就是 如果 你剛才說 你當初 你剛剛信主 你很愛神 你一想到神 你就很愛 那這個是你的 你的經歷嘛 那我的經歷就是 可能 你不是說 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那麼愛神的 就是不知道怎麼回應神的愛 那我的想法就是 會不會有些傷害 就是在你成長過程中有些傷害 那就是 我就套了下去 被權兵傷害過 那跟著就是 我會將它 假設 老公這一樣東西 他傷害過你 那我就會代入 好像是神 傷害過我 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老公那條線 沒有通 那跟神那條線 就不通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譬如 老公傷害過你 那他現在對你幾好 我都是覺得 他不夠愛我的 因為他 我覺得他是補償 那我對於神那個愛呢 當然神沒有傷害過我 但是我會覺得 為什麼你愛我 我就要愛你呢 那個 那個位 就是可能 男生喜歡那個女生 80% 那個女生 只是喜歡她 20% 這樣行不行呢 就是好像神愛我們 80% 我只是回應神 20% 這樣又行不行呢 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如果你愛我多些 我又給我多些 愛你 但是人和神有少許不同 就是因為我們是肉體 我們可以人和人之間有愛 但是我們和神的愛是很抽象的 就是你不能抱著那個神 說我很愛你 你明白嗎 就是沒有一個實體 所以我就在這些位置 卡住了 我會這樣想 就是這樣回應 神愛我們是 去到的程度是 是每一方面的 是全面性的 是全世界沒有一個人 稍為接近那個程度的 神愛我們那種深的感情 他也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耶穌為我們承擔最大的羞辱 他也很耐性地去感動我們 我們成長的過程不聽話 他一直很有耐性地去感動我們 悔改聽他的話成長 就是他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最好的 很耐性 我們多次不聽話 因為在神裡面不聽話 結果是我們自己受苦的 我們會有各樣的痛苦 各樣的問題 在我們生命中發生的 所以神讓我們知道 罪是不好的 罪 罪都包括沒有做到神 吩咐的事 沒有盡心盡性 盡意盡力 愛神都是罪來的 不單止說 你先說 神愛我100% 我愛他20% 可以不可以呢 當我們這樣愛神 都是罪來的 就是我們沒有做到神 所吩咐的事 都是罪來的 都是會爛了的 因為我們跟神沒有相連 神的恩典就來不了 就是阻隔的 在我來說 我真的覺得 沒有人像神這樣 全面性祝福我們 所以 我是覺得 真是 他很值得我們愛 是世人 我的太太其實是很好的太太 我都很少聽到人說 他太太是這麼好的 但是我會說 他好都是神預備的 是神將他跟我配合 是神祝福我們 但是我太太做的事 永遠 遠遠不及於神做的事 的億萬分之一 所以我覺得 愛神 我愛太太是很應該的 我愛神是更加更加應該的 所以我會很全面性 整個生命 神你想我怎樣我就怎樣 將來有一天 要受迫白 要被人打死 我都會說不要緊 神我為你受苦是有福的 你會紀念的 我是去到這個程度 因為我真的覺得神是好到不得了 而今生的時間是很短的 很快就過去 過去這些一切都會過去 都變得是一切歸於無有的 但我為神而做的一切 我愛神是永遠長絕 我不是想著賞賜 所以我會這樣 我只是覺得神這麼好 我真的很自然地會愛神 明白明白 但是問題是你可能從來 假設你沒有被受傷害 我受過很多傷害 我受過很多傷害 但是你怎樣去釋放醫治呢 都是通過敬拜神去親自去安慰你 是不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次要 我第一就是深信神 是祝福人 不算得什麼 人有很多問題 我看到人都是罪人 所以我根本都不 我不將他們的傷害放在心上 當時我還未懂得很高度的處理 是受過傷害的 但是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已經知道 我根本不需要那麼受他的影響 我感覺依然是有相同 在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是很大的安慰 親近神是很大的安慰 但是我覺得 在我的釋放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環 是我真的深信神會給我 人是拿不走這些東西的 但是我會這樣想 假設牧師你70歲 我年輕你20年 可能我20年後都很愛神 但是這一刻 我覺得我不會100% 我不是說不愛 只是我覺得愛也有一個程度 是慢慢加的 不會每個人一相信主 就像你這麼愛神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啊 是啊 我就是想 你慢慢進步 但是這個項目就是這樣 我們越進步 因為聖經說 神愛他的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我們越愛神 其實也是帶給我們祝福的 其實這不是我的動力 去愛神的 為主 我動力就是神這麼好 所以你 又不要說隨意 而是說 不是隨意 我自己的經歷 我都試過 突然間神 召醒了我的靈 就是靈沉睡了很久 幾年 然後前兩年 蘇醒了之後 就24小時 差不多不停在那裡看 聖經啊 直播啊 敬拜啊 連吃東西 一邊吃東西一邊都聽著 因為中間覺得 和神好像距離了六年沒有聯絡 就是感覺上是這樣 所以想追回和神的關係 所以就那個 就是兩年前開始 就不停去學習 網上學習也好 就是 是啊 所以現在那個感覺就是 好像 就是 可能自己的性格問題 就是 不喜歡被人推動去做些事情 就是 因為 之前是有小組長的壓力 叫我做些事情 但是 我自己就覺得我喜歡自動幫 就是我最近和一個姐妹不是很熟悉的 我就 為去祈禱祝福醫治那些 我都有想過 我其實 我沒有什麼特別遮蓋 我會不會有事呢 就是我會 就是因為我們教會都教我們 和別人做一些釋放醫治 我們都要自己結淨自己的 就是事後 那 讀經啊 祈禱啊 就是和那個人去斬斷那些連結 就是有教這些 但是我沒有正式洗禮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是不是 需要洗禮 有遮蓋 我才可以做這一部分呢 但是我覺得 聖經沒有這麼說嘛 所以我就照做 就是我覺得 我有感動 神 給我一個感動 去關心一個姐妹 我就按感動去做 所以 我不知道自己 會不會 就是因為他們很流行 誰幫她出頭 就打誰那些呢 就是 你是組長就打你 誰打 仇敵啊 就是我們 我們聽到神的聲音 一樣會聽到仇敵的聲音 所以就是 其實 我們有時候都經常自己爭戰的嘛 就是自己和自己爭戰也好 仇敵也好 因為我都經歷過 給一些信了主的人 就是其實 基督徒都會說一些 不是屬靈的說話的嘛 都會傷害你的嘛 所以我們要懂熟靈分辨 那 就 網上學過一些 所以就 自己有時候突然間 聖靈提你 哦 這些是仇敵的聲音 就要奉主耶穌的命 叫他退去 如果不是就會很跌入一些船 就是 我自己經歷過憂鬱的那些呢 那我就知道什麼是仇敵的聲音 什麼是神的聲音 所以就 我 我最近認識了一個姐妹 她自己一個人住 我就覺得她 經常會聽到一些仇敵的聲音 那我就教她怎樣 就是讀經祈禱 讀出聲啊那些 或者為 就是為她背後那些 就是那些靈 就是不好的靈去祈禱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沒有一個特別背後 我也有點擔心的 看看牧師你有什麼建議 我想回應 是 我想回應 我不贊成 你才說那些神學 是 就是 譬如為人祈禱 是 是 除非 不是為人祈禱 是 是接觸那個人之後 因為每一個人的靈 接觸的意思是什麼 譬如你都教過我們 我們按手祈禱 如果 為你按手那個人 本身 自己有些不好的靈 都會 都會去傳給人的 所以就是要跟某某 要斬斷那個關係 就是 不是關係 就是連結 就是有時候不好的殲染 你明白嗎 就是可能本身那個人 有些不好的靈 那你接觸到他 就會有機會 你碰到 所以就要斬斷 可能你沒有教這件事 但是 我沒有教 我知道這件事 而我會覺得 不合乎聖經 是 為什麼我會不合乎聖經 是 聖經就是叫我們去幫助人 是 聖經什麼時候說 你幫助人的時候 你 因著魔鬼的攻擊 聖經講為什麼攻擊呢 是罪 會帶來攻擊 我們跟神的關係不好 會帶來攻擊 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犯罪 會帶來攻擊 但是不是說 我們幫助人 那些人的殲染 就是 講到魔鬼的勢力很大 我覺得這種 教導是令到人 擔心 就是 在聖經裡面 不是這樣說 只是說到犯罪會帶來攻擊 所以我們 我就不會 就是變成 我知道這種教 我聽過你 現在講的教導 我不是第一次聽的 嗯 我覺得是 就是誇大了魔鬼的作為 聖經 耶穌講得很清楚 我已經賜給你全命 可以潛踏蛇狼蠍子 有聖國仇敵 一切的能力 斷滅有什麼能害你們 是很清楚 斷滅有什麼能害你們 我們聽神的話 沒有什麼能害我們 所以不用擔心的 那會令到很多人 就怕為人 按手祈禱了 為他 服侍祈禱了 那樣是耶穌吩咐的 耶穌就說 信的人被神跡除弱 就是奉耶穌的命 趕鬼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但有些人就教導 你不要隨便按手 因著你又受尖驗 耶穌也沒有這麼說 可能他那個是特別的 有些有視覺失調 他本身 我也親身經歷過 有個姊妹是無端端問我 見到不是人的爺爺 然後他突然變了另外一個人 就是他正正常常的 無端端發脾氣 接著說以後都不跟你做朋友 那些 就是很恐怖的 突然間見到他變了兩個人 就是那些情況 就是我 這個情況就是 他的生命又破口 就是說 我就說 怎麼一個人的生命沒有破口呢 我們總會有一些的破口 但是我們一有馬上悔改 強主射臉 強主保守 甚至會保守 就是 當人 經常都說到尖驗 他就誇大了魔鬼的作為 這個是 但是如果我們的靈命不是那麼強 又不是很認識這件事 那我們接觸到這些人 我們被沾染 那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我們可能自己沾染了都不知道 所以第一就是 事事愛神 愛神是最好的保護 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神就會保守 常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常在我裏面 就會保守我們 我們就多結果子 第二就是我們學習 就是生命的處理 學習 不用介意人的說話 不用介意人的傷害 人傷害不了我們 人拿不走神的福氣恩典 我聽神的話 說遵從神 神一定祝福給我 我也都處理負面的思想情緒 當發現 有任何負面思想情緒 這樣會破壞性 我們越親認神 越愛神 除了說 是講到 就是說神會賜各方面的祝福 也都是會帶來保護 就是跟神關係好 就自然帶來保護 所以我就覺得 那些教導令人覺得好像 隨時被邪靈攻擊 真的令到那些人很害怕 是 那我自己 我聽完這些教導 我真的覺得聖經不是這麼說 聖經是說到 耶穌已經 奮綁了壯士 所以我們能夠搶奪這個壯士 耶穌叫我們去趕邪靈 耶穌沒有說到 你趕邪靈的時候 你因著他們攻擊你 那我就 因為有些人 他們在那些背景 就是寧恩的圈子 這些背景 他們都經常說攻擊攻擊 他們說你經常去宣教 經常說邪靈 你因著攻擊 但我真的不覺得有攻擊 我就是經常愛神 我經常處理生命 我不覺得有攻擊 我幫過很多人 我看到人他願意 我也為他按手祈禱 我又完全不覺得有攻擊 所以我覺得是 我們跟神關係好 我們相信神的保守祝福 神聖的一切 就不會受到這些攻擊 所以我也希望你 就是活在神的喜樂 平安信心裡面 相信祂是凡事祝福的 不是覺得我們好像被打那個 我們不是被打那個 OK? 我有機會再跟你聯絡 再跟你聊這件事 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好 我們一起祈禱 好 謝謝你 我們一起 可以幾星期都放鬆 香港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神你真美善 神你是美好的 求主幫助我們 真是活出聖靈的果子 活出生命的果子 聖經教導我們 當我們真信耶穌 第一 我們就是真心悔改 離開罪 第二是信靠耶穌 做我們救主和主人 也都凡事信靠 神會祝福我們 祝福凡聽從神的話的人 祝福凡愛神的人 神你一定施恩 一定祝福的 所以我們全心信靠你 我們都用時間去親近你 去多用時間思想神的話 去愛慕神 感激神 歡喜神 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我們的靈與魂都去親近神 愛慕神 我們的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我們決意去跟從神 我們的意志 全心全意走神的路 並且我們在感情上 建立同神心的感情 因為神是這麼美善的 神是有很多禮物的 所以我們全心全現 和神建立心的感情 歡喜神 感激神 整個靈與魂 愛慕神 歡喜神 是對我們最有益處的神 必然祝福 神也都會保守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不用懼怕魔鬼的勢力 因為你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踐踏 蛇和蝶子有聖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我們親近神 我們拒絕邪靈 邪靈 魔鬼一定會離開我們逃跑 聖經的不同的應許 都是告訴我們 陰間的權力 不能夠勝過教會的權力 當教會聽你的話的時候 我們是有神的保護 陰間的權力 不能夠勝過教會的權力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 邪靈不需要懼怕 攻擊 我們就深信神的大愛和大能 我們活得開心喜樂 平安 興省 多謝耶穌 神你將平安賜給我們的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耶穌你真好 有神萬事足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神你真好 我全心愛你 全心感激你 多謝讚美你 Hallelujah 感謝耶穌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叫我們全心愛慕你 叫我們全心歡喜你 全心喜歡你 幫助我們整個人生命歸向你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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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幫助大家 經常活在神的 信靠神的心裡面 我親近神 為何這麼容易經歷神的 和我的平安 興省 因為我一路深信 祂在愛我們 一路陪著我們 一路祝福我們 我所有經歷我的平安 興省 喜樂愛 這都是神給我 就是神一路和我一齊 祝福我 我一路享受 所以我同時關係是享受的 我是完全不覺得魔鬼的攻擊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就是有些教導 在靈恩圈子有時候 就誇大魔鬼的作為 這件事 我覺得是令到很多人很害怕 就不敢去服侍 其實耶穌是說到很重要 我們服侍是神是紀念的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這些人就進入永生 那些人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進入永營 所以我們就 神啊我們願意更加給你使用 更加去祝福更多人 不用怕 不用怕為人按手祈禱 我們只要我們的生命 親近神處理生命 如果我們有地方處理都不好 就是求主赦免 就求主幫我們去刻意處理 不用介意人的傷害 不用介意人做的事 不用介意我們遇到的困難 不用介意任何的不好的事 就是總是說神會給我 我可以開心快樂 那人整個都不會開心 WAKTA 良好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